來人家一劫的蘇門寬扁 甚至勇敢轉頭去挑戰芭拉旺 真的 女生也在打 舉起來了 女生把女生舉起來 大家好 我是昆桑老師 吳慶傑 今天 要來介紹 敲行蟲界最強的戰士 巨扁敲行蟲 我手上這隻是巴拉旺巨扁敲行蟲 它是所有的扁敲行蟲裡面最大的喔 這隻有10.7公分 看起來就超帥的吧 全世界的敲行蟲有一千多種 為什麼老西會覺得巨扁是最強的呢 現在我們就來好好認識它全身的配備 首先我們可以看到 巨扁的頭非常的寬 這決定了它的肌肉量 所以它的力量超大 再來是它的這一對大鱷 又粗又長 裡面都是巨齒 這個夾下去不得了 可以直接把對手夾爆 要夾斷了 我們來跟另一隻也很有名的敲行蟲 長頸錄矩是敲行蟲對比就知道了 長頸錄矩雖然是敲行蟲裡身長最長的 可以到12公分喔 但是它比巨扁窄很多 大鱷也細很多 兩隻敲行蟲在對戰的時候 大鱷的長度當然重要 這決定了你可不可以夾到對手 但是大鱷的粗壯程度更是重要 這決定了我有沒有力量把你拔起來丟出去 如果大鱷太細 就算我夾住你可能也拔不起來 因為對手會死命的抓住樹皮 他當然不想被你丟出去啊 而且大鱷太細的時候有時候你用力 甚至自己大鱷就斷掉了 再來呢是盔甲的堅硬程度 巨扁超級硬 我們來聽聽看這個聲音 這是非常厚實的大家應該聽得出來了 巨扁拿在手上呢 這感覺真的很好很紮實 不同種類的敲行蟲 它的板筋厚度也不一樣 像是巨翹 我們再拿它來做舉例 跟扁翹比起來巨翹的板筋就很薄 如果你同時拿起來就差不多是 Toyota跟Vofo的差別 那板筋厚自然就不容易受傷啊 還有一點就是扁翹的底盤超低 因為翹形蟲打架的時候 除了可以把對手夾起來丟出去之外 他們也可以用大鱷伸到對手的身體下面 把它頂飛哦 那如果你底盤低 就很難被對手伸到身體下面頂飛出去 所以巨扁真的可以算是 是翹形蟲界完美的戰士 那什麼是扁翹形蟲呢 廣義的扁翹形蟲是指 扁翹形蟲雅鼠 這一鼠的翹形蟲 這一鼠除了巨扁 還有一些很有特色的 我都非常喜歡 像是頭超寬 看起來就很牛的牛頭扁翹形蟲 哇 它沒有要放掉 還有大鱷超厚實 從側面看根本就是雙層大鱷的寬扁翹形蟲 看蘇門達蠟寬扁的大鱷 感覺殼打開可以撥出蟹絞肉啊 還是芭蕾手手呢 這隻超飄悍 那俠義的扁翹形蟲 是指Doccus titanus 扁翹形蟲種 裡面的各種牙種 這個種名很厲害哦 Titanus 就是希臘神話裡面的泰坦巨人 鐵達尼還有Titanic 也是用這個泰坦巨人來命名的 在Doccus titanus這個種裡面呢 如果身長可以超過9公分的牙種 我們就稱為巨扁 像是大鱷又長又寬 形狀非常霸氣的 蘇門達蠟巨扁翹形蟲 或是我手上的 巴拉旺巨扁翹形蟲 然後台灣的扁翹形蟲 也是Doccus titanus這個種哦 不過台扁整體來說 體型比巨扁小很多 最大的個體差不多6-7公分 但是同一個種類 個體還是可以有很大的差異哦 有些小隻的男生可能身材不到人家的一半 看不同的扁翹各有特色 寬扁頭超大 大鱷有夠厚 巨扁身材就贏了 兩根又粗又長的巨子長在頭上 這扁翹明霧集合的畫面好帥哦 愛人家一劫的蘇門寬扁 甚至勇敢轉頭去挑戰巴拉旺 嗯 發現打不過還是不要勉強 真正聰明的戰士就是要了解自己啊 扁翹扁扁的 最適合躲在樹洞裡塞緊緊 以上介紹的這些扁翹 除了寬扁 成蟲稍微怕熱 其他的成蟲都算是非常好飼養的 不太怕冷也不太怕熱 放在家裡最陰涼的地方飼養 大智商都沒問題 養得好 成蟲可以活到兩年哦 算是翹形蟲裡面長壽的 我們家後院堆肥區 每年夏天都有好多扁翹來吃果皮 他們是台灣低海拔最常見的翹形蟲 要注意的是扁翹個性的火爆 力氣又超大 所以抓起來的時候要特別小心 那抓的方式呢 其實就跟老師之前教過 抓所有交情供的方式都一樣 從後面抓 抓穩其實都沒有問題 絕對安全 而且巴拉旺很特別 就是他雖然打架超強 可是他只要被抓起來 就突然變一隻玩具了 我們看一下 超乖的 這是巴拉旺的特色 而且他的腳 就算他掙扎 也不太會往後推 所以其實我上課 要讓大小朋友 去認識翹形蟲的時候 初學者 通常我都會帶巴拉旺去 又大隻又好抓 那如果真的不幸 被翹形蟲夾到的話 該怎麼辦呢 建議大家第一招 就趕快找一盆水 然後把他泡到水裡面去 通常八成的翹形蟲 被泡到水裡的時候 他會覺得 溺水了 然後就會把他大二鬆開 那如果不幸 也是剩下那兩成 他還是不願意放開的話 怎麼辦呢 成人的力量 我們用力抓住他的大二 是可以把它搬開來的 但是如果遇到的是巨扁 巨扁的力量真的超大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建議大家 去拿一把剪刀 不是要把人家剪兩半喔 就是把剪刀 伸到他的大二裡面 然後用槓桿原理撐開 這樣子就可以把它打開 然後再把手拿出來 我之前因為趕著去上課 有一次 我要帶我的巴拉旺出門的時候 就是太急了 就一拿的過程裡面 沒拿好 被夾住 夾到大拇指 超痛 對 一下去他就夾很近喔 我一個人在我家床室大叫 然後我媽聽到聲音 嚇到從二樓衝下來 她說什麼了什麼 發生什麼事 你被咬了嗎 被蛇咬了嗎 我說我們家的蛇不會咬人 是敲心蟲 然後我媽在旁邊看到 這是很無助的感覺 我跟她說 你趕快拿一把剪刀來 然後我媽拿一把剪刀來 伸進去 用力 就把它撐開了一個縫 然後拿出來 那一天我就這樣去上課 整隻大拇指 歐蹭一家兩個洞 但是當然我不會怪他啦 因為這完全不是他的錯啊 是我自己要抓他 又不小心 所以如果我們真的 譬如說要幫敲心蟲打掃啊 把他拿起來 換果凍或觀察的時候 都小心 用正確的方法 就絕對是安全的 那扁翹還有一個特色就是 他很愛打老婆 他們的公母體型又差這麼多 夾下去不得了 直接變成兩半 所以交配的時候 要把男生的大鱷綁起來 才不會發生悲劇 那你說在野外 扁翹要怎麼交配呢 如果他整天都把女生夾爆的話 在野外 其實女生 他們看到苗頭不對 他就會跑 女生是比男生靈活的 但是人工交配的時候 他跑不出去 所以記得 如果要讓扁翹交配 一定要做好防護措施喔 但是也不要小看 敲行蟲女生的小小武器 這個小小武器也是可以用來打架的 之前夏天 我到我家附近的柑橘樹 有拍到超激烈的扁翹女子摔角 哇 真的 女生也在打 啊 舉起來了 嗚呼 女生把女生舉起來 如果剛好短短大鱷 夾肚短短大鱷 照樣可以把對手舉起來 所以記得要敲行蟲女子摔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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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樣不要放手上 所以記得要敲行蟲女子摔角 所以記得要敲行蟲女子摔角 然後放在手心 跑過來跟我說老師你看 我才正要跟他說不要放手上的時候 他就突然大哭 那隻母的用短短的大鱷 就這樣夾住那個小朋友的手心 倒立在他手上 那我也沒有辦法 因為那個女生的大鱷太短了 你也沒有濕力的地方可以把它撥開 所以就讓小朋友他就繼續哭 然後等那隻母的終於稍微冷靜的時候 才下來 然後中間這邊就破皮 有一點歐蹭這樣子 那敲行蟲女生這個短短的大鱷夾破樹皮 非常好用喔 因為你們知道他們在野外會吃樹液 其實大鱷很常的敲行蟲男生 他們的大鱷已經沒有辦法用來夾破樹皮 所以你想像一下 你頭上那麼大一堆夾子 那如果你在樹上 你要彎下去夾破樹皮 是很難施力的 所以要吃東西是女生的小夾子才好用 扁桥很喜歡吸食柑橘樹的樹液 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樹皮 都是女生夾破的喔 夾破了男生再跑來吃 然後扁桥很喜歡裝死 遇到危險就裝死 六隻腳縮起來瞬間掉下去 天敵就找不到牠了 又快又方便 然後裝死的時候 其實是牠緊張的時候 不要看人家不動就把手伸過去 就會跟這隻樹枝一樣 扁桥扁扁扁的也很適合鑽進洞裡 扁扁又塞緊緊是非常好的保護喔 那敲形蟲的幼蟲也是雞母蟲 但是牠跟我們之前介紹的金龜 跟兜蟲的雞母蟲有點像 又不太一樣 那我們今天就要來好好的介紹牠 扁桥的幼蟲是吃中度發酵的墓穴 不是吃腐枝土喔 在野外扁桥媽媽會去找腐木產卵 如果我們要佈置產房 可以去蟲店買產卵木埋在墓穴裡 母蟲就會去產卵了 我們來看剛出生的baby 然後還拉了一顆新鮮的屎送我們 把新生兒從木頭裡挖出來 就要送進菌瓶啦 我們現在養敲形蟲的幼蟲呢 都會用這個菌瓶 這個專業的蟲店都買得到 菌瓶裡面是木屑、真菌 跟一些營養粉的混合物 這個真菌用的是繡真菇 杏鮑菇的那種菌種 這個很香喔 裡面就是有那種菇味 感覺很想吃火鍋 我們選的是比較不會發菇的種類 對 因為如果它長菇的話 那裡面的營養就沒了 那你只能拿去煮火鍋了 就不能養蟲 那為什麼要用菌瓶呢 因為這個真菌除了本身有營養 它還可以幫助把裡面的木屑 發酵程度維持在一個穩定的狀態 這樣的營養是最適合扁桥幼蟲的喔 幼蟲已經吃得胖嘟嘟了 從外面看到白色真菌的部分少於三分之二 就準備換瓶 然後又送了我們一顆新鮮的大便 這顆便便也有菇味呢 不臭不臭 小型蟲幼蟲跟兜蟲比起來 頭更立體的感覺 顏色也比較淺 然後大餓更發達喔 要小心不要被咬到了 也要小心它不要把自己肚子咬爆 然後小型蟲幼蟲的屁屁很可愛 像是人屁屁 因為它們的肛門是直向的 金龜和兜蟲幼蟲的肛門是橫向的 我們可以來比較一下 然後再小心放進新的菌瓶 好像在灌糯米腸啊 最後把墓穴蓋回去 活買baby 那幼蟲的飼養溫度也很重要喔 其實如果用25度養 就可以養得蠻不錯的 但如果你想要養出 像這種超過9公分的個體 就要用低溫飼養 大概差不多17到20度 如果是25度 它們的幼蟲期差不多8個月 那如果17到20度的話 它們幼蟲期可能變成10到12個月 這樣才有辦法讓牠長得更大 所以這是養出大型個體的關鍵所在喔 看到細心照顧的幼蟲 終於變成一個巨大厚實的蛹 真的會感動喔 扁翹的蛹大鱷是往前折疊的 喔 有夠帥 然後腰也很軟Q喔 這腰力也太好 等脫掉蛹皮 各部位會陸續變硬 上色 薄薄的摩赤 手緊吃俏 就成為一隻超帥的戰士了 生命的奧妙 所以飼養也真的是一門專業 有許多的學問是非常有趣的 今天的昆蟲好戲上課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按讚留言分享給更多人 也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開小鈴鐺 記得開啟全部喔 我們下期見